我们一定讲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 那凡是不以台湾为主 或者违背对人民有利的事 我们就不去做嘛 这是我们的原则 那这一次我想就是 在负免这个双重课税的情况下 那有些台商在大陆组成的公司 或者派分的古利跟弘利 他应该在哪儿缴税 那原先讲好就是以居住地 就是在我们台湾缴税嘛 那他们后面有一些单位认为说 应该用来源地 那来源地他们提的 香港也跟他们签过某一种约定 那是在大陆去课 我说我们跟香港的地位不同嘛 所以我们还是会坚持这个大的原则 那除非大陆又回过头 同意原先的共识 否则这个会再等一段时间吧 好 这是傍晚的时候 吴敦毅对于说 本来四项协议其中有三千一 就是这一项 两岸租税协议的 哎 胡大哥 他本来停了一个很重要的 他说本来是在我们台湾缴税嘛 对不对 他现在大陆可能要求说要在他们 在台湾 他们说要在大陆啊 我们就喊停了 刚刚吴敦毅院长所说的 我百分之百完全同意 就是为了顾及台湾 应该以他的居住地 如果再来源地的话双重磕税 我觉得这是马英九政府 在两岸关系上一个非常好的 虽然这不是在大陆上是一个环节 但这个环节非常好 我觉得事实上 我记得这个吴敦毅 或者曾经找到王建平院长 我想这个已经应该是 总统五人小组做的决议讨论过了 我觉得非常好 在这四项协议上 避免双重磕税踩刹车 让我们看出来 并不是外面所指的卖台轻忠于律 尤其是台商 因为我们接触过很多台商 的确过去台商 像在东莞比较早开发区 坦白讲连税都没有 也逃税也必漏税 那我们也要坦白讲 很多台商两边也逃税漏税 甚至LC或什么开 都假 因为我也是都假 很多台商 很害怕秋后算账 也许台商也有问题 但是他们非常踹淡 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接触很多台商 的确中国大陆在税制上 跟台湾不一样 跟美国也不一样 它很多地方的官员的行政材量权 可以决定这个税制 然后突然又增加两倍增加三倍 我想我们都有这种经验 所以我们遇到这种沉情的台商 我们还是民间人士 更何况这一次很显然的 我们的行政系统国民党 包括立法院得到很大的压力 所以这一次如果这四项协议里面 第一个不签署这个 这个租税条例的话 既然站在自己台商 过去台商是 就走来走去没人叫狗 坦白讲过去台商是自己拼的 这一次政府展现做台商的后盾 但会影响选票了 我觉得这一点 吴敦宁院长所说的我百分之百赞成 五月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象征 事实上两岸的协商里面 本来都是说什么 每次大陆要求什么 我们大部分或者我们要求什么 两边都说好嘛对不对 这是第一次政府展现一个防疫力 就是说这对我们的台商不利 或者对我们的主权有伤害 我们第一次说不完 我觉得这一次里面的会谈 如果就议题 那相较为前三次会谈的议题 是相对单纯 那如果就行程 那基本上具有高度的政治上的行程 都已经去除的 所以理论上这一次会谈是没什么看头 但是我的最大的意义在哪里 刚好这四项协议里面有一项没有签署 我这才是重大的意义 这意义体现起吗 我想马政府来讲 这是大陆政策 两岸谈判一个协商的高招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过去当中 大家骂他是一个所谓 你一昧的请忠 你是亲忠的 第二个 你两岸关系推动是过快 第三个 你的两岸关系协议的签署 完全靠大陆的给予跟善意 以及恩惠的给予的 因此这四项协议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 大部分以前两岸所签署的九项协议 很多协议都是以前已经谈了很久 酝酿很久 现在在刮中的买了 那现在这四项协议里面 像特别有关的租税协议这个问题 那正常来讲在其他的国家地区 都要谈两年以上 所以第一个 时间非常的赶 那第二个 两岸关系现在不是求快 要求好的问题 特别后面还有所谓ECFA的问题 所以他在对我们所谓的 时间上的压力 在这种议题上的复杂 以及我觉得说在谈判的一些策略上 让两岸关系慢慢回到一个制度面跟规划面 所以从谈判来讲 最应当观察的是这一次的协议没有签署 我相信除了内涵议题之外 有相当大一步是属于策略面的应用 所以秦总这是一个高招吗 以前我们都说S 以后我们会说No 两边要共参与才行 我想这样子 其实这一次的最后的 暂时把这个租税协议先排除 很大的一个原因 应该说它源头是来自于说 台商对于他的财务透明的一种恐惧 这个恐惧一个是他怕两边课税 当然我们都知道 一开始以前就有人讲说 现在这个不法拉法之外会两边课税 但实际上是目前的状态 是让台商可以两边逃税 可能我觉得实情应该是这样讲 其次一个对于财务透明 财务资料透明的恐惧是因为 两岸对于逃漏税的储分是不一样的 台湾就是罚钱 大陆很多地方是要坐牢的 要坐牢 所以被抓去关的 枪毙 过去还有枪毙的 所以这种恐惧 我觉得很多台商 应该会把生意有反应回来 但是我并不认为说 这个问题会一直拖下去 因为就我的了解 这里头 这一次会做一个严格 除了有这些台商的反应的因素之外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因为这一次谈的 这样的东西的一个生效 事实上也要到2011年 因为它一定税的问题 要从年头开始嘛 所以其实这一次没有谈成 下一次的这个 这个到大陆去的 第五次的江城会 再谈 生效日期还是一样 2011年 其实程序上其实不会有太大差别 现在问题就是说 几个问题要把它解决 比如说要不要追溯 要不要追溯前五年 这个东西一定要先把它谈定 再来一个东西就是我刚讲的 台商的对于财务透明的恐惧 能不能去克服 但我回过台来讲 我就觉得说 当我们开始梦到一个说 两岸谈判原来也有可能 某些议题要先暂时终止 或者说某些议题 在一个阶段会碰到触礁的情况 可能我们开始要慢慢学习 就是不能有一种 包括媒体都一样 要学习 不是说谈判就一定要谈成 其实那种 你对你的谈判代表 寄予这样的期待或者是压力 这个是对你的谈判代表 是非常不利的 你要容许它有谈不成的一个可能性 我觉得这对大家俩是一个好的学习 而且我预期 接下来两岸的谈判 随着实质的 而不只是政策或政治上的一个意义 实质的厉害关系 业界的厉害关系出来之后 这一种一次谈不成的例子会越来越多 所以很好啊 本来事项在3,000亿啊 卡一个 我觉得各位来宾的讲话 我都同意啦 讲起来就是 妈常说的以台湾为主 对人民有利 那人们要改做台商 以台湾为主 对台商有利嘛 还要听到就是 避免 不是双重瞌睡 就是继续保护 他们能够两边逃睡嘛 但是张教授刚才的讲法 你说这把它弄起来 跟刹车也有正面形象 说我妈也不是水边 这块也不是说 只有Slimonial 或是Ritual 就是板仙的 台湾叫板仙 这也是说 也是说改动就动 但是我有点奇怪的 就是说 这准备到最后 一天才才才不错 还有呢 你看罗淑雷 中华民国 开去设计会 开那么多钱 电视工库都给你贪掉 那钱也购掉了 还有财政部李士德 后来一般一般的工库 箱头箱头箱头 那工库我很认真地看 只要避免双重磕碎 现在又没了 这个是我现在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最后刹车不牵 是预先安排的 还是忽然间出发状况 照刚才吴敦毅讲的话 就是说户籍地跟来源地 原来谈定的是户籍地 但现在对方提到说 香港的模式是用来源地 所以想要改变 所以对方吃西瓜 至少刚才 如果刚才吴院长的讲话 这个在傍晚的时候 有最新的消息 是总统拍板的 就上周前就已经决定好了 就不签 为什么呢 因为双方都同意说要缓签 本来是有共识 可是后来就出现 吴敦毅刚刚讲这个 因为主权的争议 三周前拍板 那我根本不能放过财政部长 那你那个广告干什么 我那也是个过程 让人民了解 我那根本没有沟通 不能登那个广告啊 我那这个钱就算在马英九身上 马英九你把那个钱交回国库 这哪有努力 这没努力啊 你们媒体赚了钱 让他哈哈大笑 我站在纳税立场 我非常反对 非常不满 这是插签的这一步嘛 以后还是会签啊 我觉得从刚刚清隆讲的没错 从谈判的策略来看 就是你要去跟对方谈判 你当然是国来的人 大家都有共识 你相关的利益团体 专业团体 都征讯过意见以后 你再去谈判 相对来讲你的筹码会比较多 第二个是时间的因素 你假如觉得越急 你时间的压力越大 你当然相对来讲你的筹码会越少 所以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说 未来你看FR更复杂 更有比较稍微多一点的 这种政治性的时候 那你的FR 你是不是要做更多的一个 专业团体的一个征讯 或者是相关利益团体的一个征讯 所以我们看到行政院 或者是这个经济部 提到FR的各种不同的评估 专业团队的办法 专业团队的办法 对这个释述人口的统计 好 请不要提这个很好 等一下不要进一步来讨论 连租税都有问题 那ECFA过得了 或者时间会拉得更长吗 更重要 我们请观众朋友 跟我们一起检视好不好 四项 三千一过了三项 对不对 这三项有哪一项是卖台 等下我们来检视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 那些民进党一些学者 还在讲说是对台湾是不利的 这些民进党宣长 已经出来讲了 合理吗 我们共同来检视 我们马上回来